以下是J兄在10月21号经由Tina's Boarding对小团体的传讯 是关于接受新一代的化学议程会让你更健康吗?的语题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我是你所知的JC 要知道东西必须含有健康成分才会使你更加健康 你有足够的智慧可以了解到 接受任何高成分有毒物质是不可能使人健康的 这是显而易见的概念 你若使用没有化学农药为加工 为添加防腐剂,新鲜采摘 且对你优异的健康食物 你就是运用,只会去做有逻辑的事情 毋庸置疑的,你会更加的健康 回到化学议程这个课题 首先,我们要你做的事 使去了解其中的成分 很多人并没有运用智慧去搜寻化学议程的成分 如果你真正去了解化学议程的成分 你会发现之中含有大量的毒性 如果你给予小孩这些东西 你会被告虐待小孩 另一方面,你并没有被告知化学议程内所含有的成分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你必须质疑为何你无法了解到这些成分 你应该要知道任何放进你身体的东西的成分 这些化学议程系统确实缺乏长期的临床数据 无法证实化学议程对人类是安全的 如果你不知道它们的成分 就无法做明智的决定 而且任何人接受后 如果有副作用 也没有任何单位会负责 要知道这些制药公司是不可靠的 请使用你的智慧做攸关自我身体安全的决定 例如,你不会买任何未经安全测试的 儿童安全座椅或车子 制作车子的材料若有瑕疵 那就不可靠了 你就不可能会买那辆车 那为什么你愿意把未经安全测试的东西 注射到你的身体呢? 有些人会说 他们说这些都经过安全测试了 请运用你的智慧 察觉到现在社会给你的思想灌输 你们好几个世代都重复的被灌输 接受化学议程式安全的观念 如果你不运用自己的智慧 就只是重申这些权威人士 一直以来说告知你的观念 再提醒一次 首先请了解化学议程里的成分 以及他们的医疗试验安全方案 但事实上 知晓公司并未提供这些资讯 请运用你的智慧来决定 要不要接受这些注射到你身体的东西 关于化学议程护照的推动 跟你的健康一点关系都没有 假如你觉得化学议程护照 跟你的健康有关 那可能是你看太多电视了 凡之没有看电视的人了解 且知道要从不同的管道 独立的收集资讯 知道之间一定有蹊跷 它的向导系统会告知之间的蹊跷 因为化学议程确实是不管用的 就算接受第三次或第四次加强剂 也都不管用 这些在台面上又增加的新的封城或旅游限制 看起来仍是不管用的 应该是有其他的事情正在发生 你必须再次运用你的智慧 有这个能力来分析这些状况 因为你们的社会持续的超重 使你们不断地处在受害者的情境 你们变得很消极地来消费这种娱乐 你们并没有运用智慧来思考 请你们开始运用神给你们的智慧来思考 如果你不接受化学议程 会使你感到追究 对未来担心 或者人们因为你做的决定而对你生气 此时 请聆听你的导向系统 如果你百分之百地觉得 接受化学议程对你是好的 会让你感到安全 你就去接受吧 反之 如果你听到自己的内在导向系统 告诉你不应该接受 那你就该聆听这个建议 导向系统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 它不是随机而来的 这些讯息都是来自于你的向导与老师 百分之九十五接受化学议程的人 他可能有强烈的感觉 自己不应该接受 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多等等 而不是因为压力而顺从接受 或者因为他们担心会死亡而接受 这些事情都是处在非常低的震动频率之状态下 请不要在低震动频率的情况下 做任何的决定 你生活中说做的事情应该会感到喜悦 感到吸引力 感到热切的想要参与 感到兴奋或感到有兴趣去做 要知道这些化学议程对你的免疫系统是不利的 事实就是这么的简单明了 当然这不代表你会同意我们的说法 在评估这新出来的化学议程时 请观察到这个系统原本就是制造不好的有毒物质 那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制造对你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 回到我们最开始说提及的 请了解之中的成分 搜寻这些成分的资料 确实了解到这些成分的每一个项目 之中是否包含有毒成分 事实上他们就是有毒的 他们没有办法让你健康 反而会让你生病 这个事实是非常显额意见的 请了解直到今日 医疗试验的实施 改变了人类的身体运作系统 比如说他把炮症病毒带到表面来 这些都是已接受化学议程的人很常见的现象 我们不称这个为化学议程 更正确的说这是基因改造 所有的免疫系统都因此转化而改变 所以你的免疫系统不再能像以前一样完美的照顾到大多数的潜在疾病风险 在人们接受化学一成半年到一年之后 他们的免疫系统会开始不健全 例如他们制造出不该制造出的蛋白 所以你们这些没有接受化学一成的人 会受到接受一成的人的影响 其实我们不太能给你太多的建议 比如说你的另一半接受了一成 而你没有接受 因为你们每天生活在一起 我们建议你要跟他保持距离 这对你来说是挑战的 我们要你去看的是伴侣跟你之间的差异性 也就是在做这个化学一成的决定之前 你没有明确的看到对方跟你的差异性 这次透过你们各自说做的决定与行动 使你们看到彼此的价值观 你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彼此说重视的是不同的东西 不论是现在社会或者是当局给你们的压力 胁迫迫你们或使你们不重视健康 不论何事 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前 你们的观念照就不同了 这才是你需要去找眼的地方 请就了解为何你们会有不同 你们之间为何会有裂痕 问问自己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存在着 这些才是你必须自己去反思 去学习该如何面对和处理的地方 当然不会因为跟对方有亲密的接触而死去 你会发生的状况可能是不规则的月经 此时你的免疫系统是很困阔的 因为对方的身体可能会散发出一些物质 而你的身体试着要辨认和维持自身的状况 我们以基因的转化 以及氧气与二氧化碳的交换来看 因为你们两个人生活得很近 你可能会因为吸入了对方所吐出来的物质 产生一些身体状况 你可能会对这些状况感到惊讶或感到害怕 如果你们两个是在身体健康的状况下 那就无所谓 但是其中一个人若有健康的课题 这就会产生问题了 你可能会头痛月经停止或重新开始 或有性功能障碍 我们建议你在交换时使用保险套 才会减少彼此物质的交换 我们知道我们讨论这些会使你沮丧 但这确实是你要注意的课题 如果你周遭都是大量接受化学议程的人 请把他们当作是感冒的人 你不会想要被他们传染 如果他们咳嗽或流鼻水了 你应该会很自然的远离他们 也不会感到内疚 你会告诉他们说 你感冒了 我要远离你一点 你不会认为这个行为是没有爱或是残忍的 你会保持一点距离说 我会在你好之后再抱抱你 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但我们希望你非常小心注意 如果你是勇敢的 请自在地表达说 我是没有接受化学议程的人 因为我并不知道 已经接受的人会产生的后果 所以我不想接触 以接受议程的人 而对于比较没有那么勇敢的人 你可以这样说 因为现在发生的种种事情之故 所以我没有打算要拥抱 相信那些已接受议程的人 会了解你的立场 这会是一个不确定的状况 因为这是关于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每一个人身体的强韧度 或者跟每一个人的免疫力有关 我们知道 你会跟接受化学议程的人 频繁接触 请确实的 好好的照顾自己身体的健康 吃的健康 服用那些往上手推荐的 预防这类症状的补充品 这就是我们给你的建议 把自己当作高危险群 给你的免疫系统尽可能多得支持 我是你说之者JC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